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電路的部分 那首先,微動開關 它最左邊這一個 它最左邊這個是common 就是那個共接點 共接點 然後中間是normal open 就是常開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只要接兩個點 那怎麼接 首先我們要先有一個電路 所以我們的5V 5V經過電阻 然後到訊號端 到訊號端 然後呢 訊號端 這邊這個是我們的A0 所以5V經過電阻 然後這時候 A0偵測 如果說這裡是開路的 就是沒有接觸在一起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A0量到的會是這個5V的 5V的壓降 所以它會在數字裡面會呈現1023 或者1022 就是1022或1023 它會量到5V 那當我們開關按下去之後 這兩個會導通 導通的話這個5V經過電阻 然後導通它會到接地 這個是接地 那這樣子 線路一導通之後呢 我們的A0量到的會是接地 量到會是接地 所以當我們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導通了 這個電壓電流就這樣流下來 然後這一點量的就是 GND就是0 所以壓下去會變成0 這個電路是這樣子 那當然也可以做相反的 那所以它應該會是很穩定的數字 所以我現在 我就啟用A0接腳 然後把它當輸入 然後呢 我就讀取它的值 那現在沒有 我先把按鈕放進去 接腳不要記得 這個地方留意一下 這一隻腳 一定要插在這個同一排 一定要插在這個同一排 然後 所以這個電會這樣流 流到這邊 看它有沒有通 如果沒有通 它就A0量到的 會是5V直接過來的壓降 因為這邊沒有通 那如果按下去通的時候 這樣電整個流過來 這個A0量到的就會是接地的GND 好 那 所以我們把它插進去 你要確定它有接到 有接到 所以看一下 這一隻腳是在比較靠邊邊的 不是針對圓圈 比較靠邊邊 然後 這一隻腳在中間 這一隻腳是去接地的 接GND的 那所以板子這邊 我們直接接在A0上面就可以了 GVS GVS 咖啡色 紅色 橘色 那這邊 這邊就是5V 紅色的 然後訊號 我們A0量的訊號是在這裡 然後這個咖啡色是G GVS 那所以現在 我 現在程式已經有在執行 所以我沒有按 我現在沒有按 它是1023 那我如果去按它 壓下去 程式就變0 那這個0跟1023或1022 它其實都是相對很穩定 它不會浮動 那如果會有那個浮動數字亂跳的情況 就是老師你這邊的接點 可能左邊這個接點 或右邊這個接點 沒有 沒有剛好接到 你可能插到隔壁條了 這個地方就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應該是很穩定的